一大數紫色楊潔梗送給韓國瑜 花與永恆不變的愛 象徵挺韓不變 期盼韓國瑜能夠當選 幫農民把花賣出去 我們很多市場就在我們旁邊 我們自己腦袋都沒有打開 然後該賺的錢都沒有賺到 結果我們必須有一個責任 讓農民與朋友 在部分外交一定要做得到 類似質感紫色滾邊 有的花形像牡丹 有的像玫瑰 花田裡種滿不同顏色的楊潔梗 彰化田尾被封為花的故鄉 楊潔梗年產量300萬隻 年產值高達3億元 仅次於蝴蝶藍 溫馨藍之後 逛外銷日本就有一億多元 是當地農民外銷的重要花卉 最希望的就是打銷通路 然後提高我們的產量 然後改洋場這邊 能夠給我們技術上的輔導 我們一定要把心 跟農民一起貼在一起 這個他們的立場還是 我們好好地幫農民預理來打聽 也就是幫台灣最新的來打聽 台灣楊潔梗主要外銷日本 日本人偏愛白色與粉色 除了婚桑喜慶愛用花 插花文化也讓楊潔梗運用多元 目前農產品產銷失衡 東西賣不出去 韓國瑜喊出 禮品外銷 農民全都引頸期盼 記者綜合報導